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清明節 但是前往數目和製造的人流 明顯是比較在往年 減少和疏落 這當然是跟特區政府頒布的禁聚令有關 又說要限制四人以上的聚會 連拜山都不能豁免 再加上目前處身於非常時期 當然是不去也罷 特區政府經常強調和宣傳他們的 所謂的無盡思念網站 呼籲市民今年不要去拜山 通過這個網站 懷想先人就夠了 實情通過這個網站 沒有辦法正確地表達出 慎中追遠的概念 追遠的意思 其實就是在大家祭祀祖先的時候 心態上要恭敬和虔誠 而且要按照禮儀 定時定後來做 什麼禮儀呢 就是要全家一起去到 而且按照背份 按照年齡 來祭祀 你現在限了四人 還祭什麼鬼 你在網站就更加做不到這個概念 所以 今年就算出席不了這個拜祭 也沒有緊要 祖先都不會怪人的 要怪就怪這隻林鄭月娥 當初 全港市民要求你全面封關的時候 你又不肯做 一直拖拖拖 拉布就何其多 一直拖到二月的時候 還留下了三個大窟窿 去到3月19日 才 對於外來的入境者 要求他們進行強制檢疫 家居檢疫 沒有作用 在3月19日以前 經過機場口岸入境的人 一下機 馬上就可以打電話約朋友出來吃飯 可以去酒吧那裡 批酒 可以在社區那裡通街走 你是沒有作用的 所以就搞到社區爆發 再加上你那些擠牙膏式的防控措施 本來都不對題 你可以學一下新加坡 人家總理李顯龍就宣佈了 由下星期二 即是4月7日開始 將會關閉大部分的工作場所 只是提供必要服務的場所保持開放 例如食店 市場 超市 公共交通 和銀行等 保持正常的營運 此外 所有學校 在下星期三 即是4月8日開始 全面展開 再加上學習 這個我們香港早就在做 兩項措施就為期一個月 特區政府 最近新加坡 最類似的例子已經在做 你什麼時候去跟巡 抄功課 照做 人家都做了 新加坡都做了 你還等什麼 人家剛剛過了1000宗 個案 香港也差不多了 八百多宗 你還在等 我不知道你等什麼 你根本想全香港人陪你 林鄭在攬炒 那些人是正法溫 你抗疫就無力 打壓就有功 今天他寫了一篇垃圾文章 在很多份報紙都有登 標題就叫做基本法 香港繁榮和穩定的最佳保障 只是看這個標題 已經夠笑死人了 是不是呀 97之前 個個都在爭著移民 有錢就有辦法 沒有錢就是基本法 最佳保障 他裡面寫了一段 尤其離譜 他就說 在2019年 香港有超過一萬一千次的公眾遊行和集會 總數就是1997年的十倍 竹政市民所享有的自由 是有增無減的 這些公眾遊行和集會 只要和平合法地進行 特區政府也是尊重 警方也會給予適當的協助 哇 你這段事真是笑死人 完全反映不到事實 喂 你有一萬一千次的遊行和集會 不是證明了市民享有的自由是有增無減的 而是證明了 這個民怨都是97年的十倍 甚至乎是一百倍 林鄭 這樣強行去詮釋一個數字 簡直就是強詞奪利 而且遊行數字上升了 就不代表市民享有的自由是有增無減的 不好意思 喂有幾多次那些大型的遊行 你特區政府是沒有發到這個不反對通知書呀 蛤 有幾多次遊行就算發了不反對通知書 突然之間就殺那些警察出來 進行鎮壓 射催淚彈呀 蛤 喂這些算是什麽呀 喂突然之間弄那些警察出來 又打打的那些年輕人 這些算是什麽呀 這些叫做 市民的自由是有增無減呀 喂請問你這些是什麽的自由呀 是市民被警察濫權 撥打的自由呀 還是市民被警察濫捕 拉回警察的自由呀 而且還說到 只要和平合法地進行 特區政府就尊重 警察會給予適當的協助 喂有幾多次遊行呀 本來都是相安無事的 但是就你班警察主動挑起事端 搞到到最後就污煙瘴氣 喂是由你班警察主動搞起先的 很多次都是 喂記者的鏡頭全部都拍出來啦 蛤 你又好意思寫這些文章呀 真是離譜呀 今天就是基本法頒布的三十周年 除了林鄭寫的東西之外 中聯版主任駱惠寧也有東西寫的 他那篇標題就叫做 堅守一國兩制事業初心 堅持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治港 寫在香港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之際 重點就在於 尤其是最後一段 他就說 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求 亦都是特區根據基本法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 他講來講去 無非都是想吹速特區政府 為你們要就23條的立法程序 展開工作 不能夠再拖延 因為他講到 如果再不搞的話 就會成為無緣之水無本之木 即是化為烏有 香港的繁榮穩定 又吹到這麼大 23條 在03年的時候已經講過了 是不是呀 這班人又說有迫切性的 又說沒有國就哪有家 根本上沒有國家哪有人民才是 那時候又講到 如果香港不立這23條 國家安全就保不住了 現在中國倒閉了沒有 似乎越來越強大 似乎離她的中國夢 越走越近 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23條 是不是呀 找事來講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思 今天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當中 就做了應聲蟲 他就說有些人根本不接受回歸的事實 不斷在基本法的治女行間鑽空子 曲解條文的意識 誤導市民 目的就是要破壞一國兩制 阻礙基本法的落實 他就說挑戰基本法的訴訟 是因為有些人欠債不想還錢 罪犯就要逃避刑責 用政治理由去攻擊政府 你說這些說話有鬼用嗎 既然說到憲制責任 其實大部分市民都不會反對 但有先後次序 基本法第45條莊嚴承 說香港的行政長官 是要有普選產生的 基本法第68條也承� 香港的立法會 是要由全面的普選產生的 為何你不履行這兩項憲制責任呢 為何要強迫香港人 接受了這個基本法23條立法呢 有先後次序 普選你就不准 一味你就打算立這些嚴刑進法 去年的逃犯條例的修訂 已經搞到一團糟了 現在又想搞23條 又想在人民頭上支一把刀 又想鉗制人民的自由 多餘 如果你有普選 你喜歡怎樣立都可以 到期時就有一個足夠的民意基礎 又有一個普選產生的立法會 又有一個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 到期時是鬆是緊 就到期時的政府負責 怎會由你現在去立 你有什麼民意基礎 你有什麼管治威信 請問 當然 雖然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都跑出來吹風 說要就23條立法 但是在今屆的立法會 會期肯定就不夠時間了 所以 他們最佳的立法時間 就變成在 9月的立法會選舉以後 至到林鄭月娥本屆行政長官任期完結前 即是20年9月 至到20年7月 所以今屆的立法會選舉就非常關鍵了 如果民主派非建制派可以 在立法會當中拼到過半數 起碼就是有機會在議會當中 阻擋到惡法 當然有些人就經常都不願意見到這個情況發生 除了那群建制派以外 有些白票黨 招土派 以前就猛罵泛民 客做 思惟掃餐 沒有執政的意志 得到人家 肯去鼓足干徑 今屆說要拼過半數的時候 又在這裡大潑冷水 一時又說那些議員選都會被人DQ 一時又說 有些議員就被人收買 會叛變 會賭歌 總之提出千方百樣的理由 千方百樣的藉口 就告訴你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說這些廢話有什麼意思 昨天我看了馬岳接受商台的訪問 他也說 你先做了 是不是 當你做了的時候 當民主派過了半數的時候 非建制派過了半數的時候 到時候 如果真的有人DQ 現在就有足夠的民氣來抗爭 以前是沒有的 2016年的時候DQ了六個議員 市民都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如果他今屆再DQ 你認為市民仍然會好像當年那樣 是不會的 下個時候已經改變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聽那些人說 總之那些人就什麼都說不行 十足那些百壇齋主 下一位就有壇無讚 至於你問他們有什麼方案 完全就給不出 所以大家不用聽這些人說話 最重要就是什麼 登記成為選雲 九月的時候 如果選舉是如期舉行 一定出來投票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